側翼就說 你們可以去排藝蘭拉妹 為什麼排一個快篩 你們就要叫成這樣 能不能體諒一下 然後來 有人就說 最愛排隊 明明就是你塔綠班 也還記得嗎 公投如果綁大選 開票開到午夜2點 這個也是現在側翼的梗圖 再來 大家就問一句 陳時中你要體驗一下 大家去排隊的感受嗎 來 陳時中直接說 我早就有快篩了 我幹嘛去排 你擺不到 大家下面是網友的解讀 這個叫做 你買不到跟我叫什麼 這個像陳時中的心態 就反映台灣的社會 現在是一個什麼 階級社會 我們現在台灣是階級社會 我們以為我們台灣是民主社會 我們是公平的社會 我們是自由的社會 錯 台灣既不公平也不民主 為什麼 有一些人是台灣的新貴族 一個社會有貴族就不會公平 誰是貴族 陳時中就是貴族 你問他這些事情 他就跟你這樣回答 我早就有快篩了 幹嘛還用牌 他還沒加一句話 我秘書老早就把我每天 拿一個快篩給我用了 我辦公室 我們所有辦公室的 連我們的什麼 連我們的外包廠商 我們也都有快篩劑 我不知道 現在是官員 每天都快篩嗎 我告訴你 他們這些人 坐著他的冷氣轎車 每天從他辦公室 到他的家裡到辦公室 腳步落到我們凡人才的土地 然後辦公室裡面 只要髒一張嘴 什麼都有 你想想看 我們講到這個就有點氣 有人居然要做PCR 還可以有醫生到他家裡 去幫他做 我們要一個快篩 我們要去排隊排三天 才買到5劑 因為一個藥房只有78劑 所以陳時中這些人 就是豬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我們就是在路上 那個凍死骨 這些人家裡面 那個酒肉都臭了 這就是為什麼蔡英文 今天還在搞什麼元宇宙 還在搞什麼一大堆的 根本不是民間疾苦 什麼民主 民主就是政府是從民間而來 這些人是在雲端 跟我們民間根本就不接地氣 所以我們今天 老百姓這麼痛苦 你看他們嬉皮笑臉 皮笑肉不笑 或者面帶揶揄 學生要自己學會照顧自己 那你怪我 這個你要怪就去怪病毒 這種話在民主社會的話 這老早下台100次 我們這算民主嗎 人民還是主嗎 陳時中講這個說 我已經有快篩了 我幹嘛還去排隊 這個真的是讓人想到 在皇權時代 不是民主時代的晉慧地 人家民眾卻跟他反映說 都沒有飯吃了 他說那你為什麼不吃肉 就是講他這種人對不對 你作為一個疫情指揮官 你當然有快篩劑 那別的人沒有的 而且我覺得更不可思議的是 你的老闆 給你這個職位的蔡英文總統 已經在民進黨中常會中 罵震怒說 大家買不到快篩了 不要再搞實名制了 趕快供貨了 你還可以用這種涼涼的口氣說 我已經有了 那我為什麼要去排 我真的覺得 陳時中到現在 已經完完全全 第一個 他心不在疫情指揮官 他很焦慮 他覺得這個疫情 越來越嚴重 他已經快要不能選了 因為現在所有的 快要不能選了 對 因為所有的民調 他現在已經調到 在台北市長的民調 他已經調到第三名 而且連民進黨內部的人士 不管是市議員 或者地方的一些有力的人士 都不斷的放出說 可能要考慮別人 不管是林佳龍也好 或者是前文化部部長 鄭麗君也好 或者甚至是前副總統 陳建仁都好 就是已經有這些 對他不利的風聲了 所以他一方面 他已經心裡頭很焦躁 可是他這個時候 又不願意放棄 這個疫情指揮官 因為他現在如果 立刻在現在 疫情在高峰期的時候 他說我要去選舉 他等於就是在防疫這場戰 徹底輸了的逃兵 這樣子你即使提名了他 不但對他個人的選情不利 他還會拖累民進黨 其他人的選情 所以他現在一直很焦慮 他就希望說趕快 你看陳時中最近講話 都有很多的玄機 他一直讓大家覺得說 這波疫情5月完了 6月好像就會下降 就會怎麼樣 他其實是6月想要去選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展現出來的都是焦慮跟不耐煩 一個就是在剛才講 快篩劑這個事情 一個就是對大學生的 那種冷血的反應 說大學生要學習照顧自己 其實誰說大學生 沒有照顧自己 問題是你獨居 而且是寄宿 而且是家人離很遠的 一個大學生 你關在一個小房子裡 你要如何照顧自己 尤其是如果他的症狀 就算是輕症 可是他發燒的過程 他整個狀況 他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嚴重 又被政府要求 不能跟外界接觸的時候 請問你沒有一套 居家照護的一個方案 他要如何的照顧自己 我覺得這些都是 現在陳時中 真的很過分 他已經完全不適合 這個職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認為民進黨一定要快刀斬亂嗎 其實我們看到學生的案例 就像剛才永平講的 他不是個案 他其實是現在現存的很多通案 不只是這個學生 有很多獨居的長輩 包含我剛才還在發簡訊 我的朋友 他因為是獨居 所以他染疫了 他現在在 關在自己的家裡頭 他很不舒服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拿藥 他的家人就在南部 誰幫他去拿藥 那這種情況是存在於 現行的整個染疫的狀況過程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強調說 你指揮中心 在面對這一波Omicron病毒 眼看著就要攀上高峰的時候 你口口聲聲講的 所謂的一條龍服務 到底那一條龍在哪裡 就從一開始的源頭 如何斷定確診 如何做門診 如何拿藥 這整個過程 你原本是應該要有一個 很完整的規劃 如果今天真的有所謂的 一條龍服務 包含叫做 那你覺得那個學生 還需要打電話跟他家人求救嗎 鑰匙就把配藥送到他家來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我們周圍這麼多親朋好友 現在還是一個人被關在房間裡頭 要想辦法去找他的朋友去拿藥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指揮中心他講 他說我們現在要用健康益友 這個新的平台 健康益友是幹什麼的 又有一個新的APP要下載 他就是要做的叫做 視訊門診系統 這我們現在所謂的 視訊門診系統 可是各位知道 這個視訊門診系統 中間還是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譬如說你看完了那個門診 你確診了 抱歉 你要拿藥 你還是要找親友拿你的健保卡 跑到醫院去 去付費 然後再領藥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是一樣的問題 現在所謂的健康益友 是一點功能都沒有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所謂的一條龍 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你當然就會讓所有的民眾 無所適從 就好像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大家覺得 我對你政府不信任了 我選擇不通報你了 我自己想辦法來解決 那政府在這整個的過程當中 已經完全是失能了 完全失去他應該有的角色 那當然你在快篩世紀上 大家更不能諒解的問題是什麼 各位知道現在有很多 海外的僑胞要寄快篩世紀 回來給他的家人 你政府都擋 就從海外要寄回來 你都不能寄回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台灣是快篩世紀 已經這麼缺了 你也鼓勵大家從海外進口 你去發包 找了這麼多廠商 就要做同樣的事情 那麼為什麼 現在這些海外的華人 他們要把快篩世紀 寄回台灣 你海關都要擋 這中間究竟是因為什麼樣的理由 所以這也是民眾 對政府很不諒解的地方 就是民進黨有私心 他如果開放了這麼多的管道 他那種奇怪的200萬的 早餐店轉型的生技公司 他就不能夠標 十幾億的案子 就是民進黨所有 今天所有的亂象 包含剛才講那個藥 當然王任賢理事長是說 他藥買來了 他不敢發出去 是因為他藥不夠 可是他藥已經還有70萬份 除非他那個也是假的 我認為民進黨從疫苗到買藥 到快篩世紀 所有這些奇怪的不合邏輯 不合常理的布局 全部都因為背後有私心 為什麼 因為今年是選舉年 他不斷地想利用這個裡面 找出某些廠商跟他有關的人 在中間賺很大的一筆差價 要拿來做他的政治獻金 就是發國難財來意思 發國難財 現在看起來就是這樣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 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